日本内阁会议17号通过了第一个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新版的防卫计划大纲 那么誓言将和大陆在钓鱼台问题上长期对立 将强化军备组建夺岛部队 而大陆外交部对此呢则回应说他们会高度警惕 同时敦促日本认真反省历史 总向和平发展的道路